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说我们只是歌曲所需 这便是所需之一 多的是女人愿意 娃娃洁癖 且怕麻烦 可是你说明镜回来我们就离婚 我说过的话永远有效 却不知何时退到了墙角 被顾锦修困在怀中 我 我们做真夫妻 她会生气的 一次和一百次 有区别吗 是啊 一次和一百次没有区别 曾经想要交给明镜的名号 早已经不在了 来吧 我给你时间调整 但不会太久 下一次 我要一个完完整整的妻子 本集结束了 我是蓝锦轩 下集见 早餐刚摆好 就听到脚步声 我买了早餐 不知道我合不合你胃口 我没有用早餐的习惯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喝豆浆 对不起 我不喜欢家里有油烟味 我 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形象太早 卫生自会有家政打扫 你有那时间 不如赶紧调整自己 做一个合格的妻子 我可不想长时间睡书房 对身心无异 可是 我下班回来 要看到你 顾锦修带着一身贵气 走出蓝锦轩的视线 难道是因为昨晚 锦轩呢 有剧组来学校选人 我推荐了你 你赶紧过来一趟 别错过了机会啊 我这就过去 麻烦导师了 迅速将东西收好 蓝锦轩匆匆赶去学校 锦轩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张副导 正在为新剧选角 张副导您好 我叫蓝锦轩 表演戏大四省 难怪这个前卫名导师 一直极力推荐你 果然是个水灵灵的美人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顺便探讨一下剧本啊 张副导 抱歉啊 我晚上有事 那明天咧 明天如何啊 很抱歉 明天恐怕也不行 本集结束了 我是顾锦轩匆 下集见 这不是好歹啊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玩儿啊 如果不是前导强力推荐 我都懒得见你了 你 张导别生气 他还小 不懂事 回头 我好好教训他 蓝家家破人亡 还带着图油瓶弟弟 再用点手段 还怕你不从了我 喝啊 哼 他还不是太直了 真因为自己是锅上天象哦 我重新给你推荐个人 保证你满意 贝贝贝 你来 前导 什么事 这是张副导 正在为新剧选角 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下个月订婚 最近没有接戏的打算 哎呀 我本来想推荐锦萱给丈夫的 虽然我最近没有接戏的打算 但张导的面子一定要给 今晚我做东 不知道张导可否赏脸 一起讨论下剧本啊 哎 美女又请 当然是要赏脸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张副导还要去挑选几个演员 陪陪你对学校的情况熟悉 陪他去转一圈 张导这边请 我还有事 也走了 锦萱 我知道你不喜欢应酬 也无法接受潜规则 所以 只要你乖乖的跟我 我保你星途无忧 导师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蓝锦萱 你信不信我让你永远没有机会出境 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蓝锦萱意见不合 一时气急才说了过火的话 导师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同意 现在还不是揭穿她的时候 否则 就失去了制约她的法宝 你老师都是为了你好 你别这么固执 该听话的时候就要听话 我知道了 师娘 导师让我帮忙发定位给你 说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就不打扰你们甜蜜了 蓝锦萱 你别太过分 勾引导师 爬上导师的床 当小三 你是说 我勾引前卫明导师 还爬上了他的床 但他刚正不阿 从未向你妥协 导师 你听到戴裴裴的话了 戴裴裴 你休要血口派人 怪我和蓝锦萱的名声 千 千道 我 我没有 都是蓝锦萱 我 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 等什么时候反省好了 做一份深刻的检查给我 收起手机 蓝锦萱唇角勾起一抹 依微不明的笑 叶双火热的大掌 捂住她的嘴 兼萱 别怕 是我 学长 都怪我 明知戴裴裴一家 对你和锦燃刻薄 还在这个时候 去外地拍戏 学长 这怎么能怪你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 不能因为我 耽误你的前途 那些虚妄的东西 怎积得上你千分之一重要 许久不见 一起吃个饭 我 我好不容易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学妹却连顿饭都不愿意伤脸 好了 我代表祖国人民 热情款待你 能跑吧 什么 是你 李学长 我刚才真的看到她了 学长 等等我们 学长 你以后还是不要随便来学校了 容易造成混乱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又怎么会在学校出现 温热的气息骤然靠近 能清楚地闻到你一里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笨丫头 什么时候能学会先系上安全带 以为我要闻你啊 没有 金萱 如果我对你 学长 我知道你对我好 把你当成亲哥哥 亲哥哥啊 如果 我不想当哥哥呢 学长 笨丫头 不透你了 每次都这么容易上当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谢谢你 %后